弥横弥正平 在大厅广众之下 拖了个一丝不挂 就跟到澡堂子征丧拿去 是一样一样的 哎呦 这地方可男的女的都有啊 再行为艺术 也没有这么玩的 曹梦德是勃然大怒 斥责这弥横无礼 可没想到弥横把头一抬 什么 我无礼 嘿嘿 欺君往上那才是无礼呢 我露出父母之行 是显清白之体 那意思我这光定 这是最漂亮的 人体美人体美嘛 就我这一百多斤 这是腹精母血爹妈给的 露出来让你们看看我的清白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像那个曹操你就别理他了 可是啊 曹梦德没忍住 什么 你为清白 那谁为乌拙呢 哎 曹梦德也混蛋 你这地方给人家递了肩膀头了 这不是辅佐弥横骂街吗 果不其然 这弥正平用手点指 谁为乌拙呀 就是你曹梦德 你不识贤瑜是眼拙 不读诗书是口拙 不纳忠言是耳拙 不通古今是身拙 不容诸侯是腹拙 肠怀窜逆 你是心拙 我弥横 乃当今之名士啊 你却把我用为鼓励 是由洋货轻重你 脏仓回梦子尔 欲成王霸之业 如此情人吗 其实这弥横很多地方骂的是没道理的 你说他不识贤瑜 实际上曹操啊 十分会用人 你说他不读诗书 可这曹梦德是健安妻子之一 那是大诗人 说他不纳忠言 曹梦德呀 非常喜欢听手下有建设性的意见 说他不通古今 可是曹梦德熟读兵术 身知兵法 而且研究历史 研究诗词 你说他不容诸侯 那他能收响张秀吗 说他长怀篡逆 这个确实是有那么一点 如果说 恕这个刘家为正统 那曹梦德他就是曹贼 这一点呢 是跟人的历史观 价值观有关系 这弥横弥正平 还指责曹操 说你呀 不尊重人才 我是这么大的才子 你却让我敲鼓 这就如同杨货轻重你 是赃苍毁梦子 这是两个典故了 春秋末期 鲁国贵族继孙氏 有个掌权的家臣叫做杨货 他反对孔子 认为孔子算不上世人 拒绝孔子参加宴会 还有张仓 他是战国时期 鲁平公的宠臣 在鲁平公面前进言 诋毁孟子 阻止鲁平公和孟子相见 这俩例子望出一扔 弥横这立场 就非常鲜明了 说自己那就是大师 就是圣人 就是孔孟 说这曹操啊 就是奸臣 就是混蛋 就这么个意思 哎哟 虽然说是骂大街 不带脏字 可那也是骂大街呀 曹孟德能接受得了吗 眯缝着眼睛 盯着这弥横 好半天这才说话 弥横啊 既然你说你是大才子 是明氏 那好啊 我给你派一趟差事 你倒在荆州去 劝刘表归降 如果刘表听你的话 归降我曹某人 我就让你在朝中为官 伴天资左右 这弥横把头一抬 他不搭理曹操 那意思我可不去 我不吃你曹操的饭 我也不保你 其实曹操啊 心里头跟明镜一样 这弥横倒在荆州 他不可能替自己说话 可是曹操就琢磨 荆州刘表 那也是明氏啊 而且是一方的土皇上 你弥横不是喜欢骂人吗 那我就让你到荆州 你就骂刘表 刘景生去 让你们这些明氏之间 打起来 那才寒碜 那才有意思呢 可是曹操没想到 这弥横他不去呀 就这曹梦德 那是真有出手的 当时吩咐一声来人啊 把弥横扶上马去 命他够奔荆州为时 过来俩人 愣是把弥横给架出去了 弥先生 走走走 我不去 走走 就跟逮小鸡子差不多 愣给整出去了 等弥横出去了 这曹操又吩咐众人 各位先生 实力常听 送他一送吧 大伙一听 这曹操也有毛病 让他走就走呗 怎么还送呢 但是老板说话了 员工不好意思不听呢 咱们单说弥横 骑着一匹马 是让俩人给扔上去的 这俩从人呢 也骑着马 一边一个就夹着弥横 三匹马出了东门 来在了十里长亭呢 弥横这么一看 十里长亭 有坐着的 有躺着的 有趴着的 寻狱寻幽 国家成狱 留业蛮宠 毛借履钱 一个个呀 是眼观鼻鼻关口 口问心 就好像老僧入定 差不多少 就这帮人 表面上要给弥横送行 而实际上 想要磕尘磕尘 给弥正平 根本就不言语 就是想让弥横啊 下不来台 可没想到这弥横 是一阵的冷笑 他迈步走上十里长亭 瞧瞧这个 又看看那个 围着长亭间呢 绕了这么一圈 而后突然之间 是放声大哭啊 哎呀 天呐 天呐 这是真哭啊 眼泪都出来了 像那个中谋事 你们就别搭理他了 弥横这一哭 那肯定没好事啊 这不抓妖卖怪呢吗 可是大家伙没忍住 头一个寻狱 就说话了 弥横啊 你为何悲伤 哭什么劲啊 哎呀 我不能不哭啊 我走到坟地里头了 啊 这躺着的是死尸 坐着的是坟头 哎呀 一个带活气的都没有 我能不哭吗 我呀 哎哟 可把大家伙给气坏咯 一个个是跃然而起呀 苍朗朗 苍朗 苍朗 把宝剑都亮出来了 那意思上前 就要把这弥横 是乱刃分尸 寻狱一百首 各位 咱们稍安勿躁 像这种人呢 咱们没必要搭理他 这帮人面面相去 也确实啊 没办法跟他置气 一甩袍袖都不搭理他 那么弥横呢 稳稳当当走下十里长亭 那俩人这么一周 哎 又把他周到马上去了 夹着他是够奔荆州 咱们再说荆州 刘表刘景生 听说弥横来了 赶紧带着文武官员 亮队相迎啊 刘表拿着弥横就当成贵宾了 摆上了酒宴是文武相陪 不有那么句话吗 人家敬你一尺 你应该敬人家一丈 你客气点不挺好吗 可没想到弥横这狂妄劲啊 是越来越升级 就在酒席宴间 他看看刘表 嗯 刘景舟啊 我是奉曹丞相的命令 到这来劝你投降的 刘表一听心里头这别扭啊 心说我知道你 是奉曹操命令到这来的 可你头一句就让我归降 你这话茬可让我怎么接呀 那刘表身为荆州之主 他那说话水平得有多高啊 哎 他也不说详 也不说不详 哈哈 弥先生 现在曹丞相已经得到 三分之二的天下了 拒之不易呀 没想到弥横 第二句话还是紧逼 呃 荆州 那你就应该 故意想曹操 喂呀 刘表也有点挂道尽 弥先生 天下人都能够归降 唯独我刘景生 不能够降曹啊 因为大汉天下 是我们刘家的天下 天子姓刘 我也姓刘 我怎能归降曹操呢 这弥横一白手 哎 荆州大人 您说的不对呀 您可以跟相伯学吗 哎呦 哎呦 我的天呐 这刘表实在是忍不住了 你这弥横骂人 也没有这么骂的 那位说了 这弥横怎么骂人了 哎 闹了半天呢 这里头有个典故 就是刘邦 项羽 楚汉 争雄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 哎 是项羽的叔叔 叫做项伯 这项伯呢 吃里扒外 哎 吃项羽的饭 给刘邦干活 而且跟刘邦啊 还结为儿女亲家了 等后来 把西楚霸王项羽给灭了 刘邦当了皇上 这项伯呢 就大模大样的 归顺刘邦了 刘邦挺喜欢他 说你呀 别姓项了 干脆跟着我一块 改姓刘吧 哎 就是这么一件 奇葩的事 那么现在 弥横弥正平 建议刘邦跟项伯学 那意思 你也别姓刘了 你跪在曹操面前 说一番好话 等曹操篡夺汉世天下之后呢 你刘邦跟着一块啊 改姓曹 哎 你就叫曹表曹景生了 各位 这刘邦身为京香之主 一方的土皇上 受得了吗 刘邦心说 嘿嘿 这种狂生 我呀 我别下手收拾你 我得找旁人 治治你 刘邦马上就想到了 自己手下有江夏太守 名叫皇祖 脾气暴躁 嗯 沾火就着 得嘞 就把这弥横 送到江夏 见皇祖去呗 就有人陪着弥横啊 就走了 手下人就问刘表啊 主公 弥横如此欺负于您 您为何不杀他呢 刘表气得脸色煞白 但是心里头明白 各位 曹操非常会用人呢 他被这弥横 给骂了个狗血喷头 他肯定是不开心 可是曹操为什么不杀他呢 曹梦德呀 是怕落一个不能容人的名声 所以就把这弥横打发到荆州 是想借我的手 把他给宰了 这就叫借刀杀人 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呢 现在让弥横去见皇祖 你们等着吧 过不了多少天 这弥横就得伸手易处 哦 刘表手下中文武 这才明白 感情刘表跟曹操差不多少 都是借刀杀人呢 所以说啊 曹操聪明 刘表也不傻 但是这刘表 还是不如刘备呀 如果这个事换成刘备 估计刘皇叔 肯定能忍得住 不动声色 然后呢 嘚巴嘚嘚巴嘚 这么几句话 再把这弥横给送回许都 让他再次去骂曹操去 看你曹梦德 有什么好的表现 这就是个人的智商情商不同 办事的风格也不同 现在呢 咱们说这个江夏 也就是今天的武昌啊 太守皇祖 脾气是特别特的暴躁 三句话不合 就瞪眼珠子 立马就宰活人呢 可没想到 这弥横倒在江夏 皇祖听说之后啊 是亮对迎接 这是什么原因呢 闹了半天 皇祖有个儿子 名叫黄社 特别特的喜欢文学 也喜欢历史 这黄社一听怎么个查 弥横来了 哎呦 我的老天爷 那可是中原的大才子 赶紧跟他爸爸皇祖就说 爸爸呀 您给我认个好老师吧 啊 我想跟他交朋友 我半师半友 我好崇拜他呦 哎呀 这皇祖互独子呀 这才点头答应 亮全队迎接 哎 对这弥横是非常的尊敬 这黄社呢 那就更尊敬了 整天就在弥横面前请教 真就当成老师了 按道理来说 这弥横就应当知足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 他照样啊 是看不起旁人 我敢骂曹操 敢骂刘表 你一个小小的江夏太守皇祖 还有你这独子皇社 我怎么就不敢骂呢 哎呀 这弥横骂人呢 真是骂上瘾了 天天就说那四棱子的话 让人呢 都没法接受 这皇祖和皇社 是忍了又忍呢 单说有这么一回 公子皇社在长江里头 是大宴宾客 坐着大船飘飘荡荡的 喝的是迷了马虎的 高兴的时候 就把这弥横给请来了 这些宾客 都是荆州的才子 宝学知识 他们喝酒这地方呢 是在长江当中 有一个小岛 弥横望着一坐 把脸望下一沉 就好像谁都欠 他两碗黑豆似的 这时候有人呢 献给黄社公子 一对鹦鹉 黄社一看 哎呦 这鹦鹉是真漂亮 他回头又看看弥横 嗯嗯 我应该让弥老师 展示展示才学 呃 弥先生 您看这对鹦鹉 这么漂亮 您能不能 展展平生所学 写一篇文章 夸夸他呢 弥横瞧了瞧 嗯 这对鹦鹉 确实是好看 我说黄社呀 你也挺喜欢写诗的 银师作父 你也自称是才子 怎么办 我这当老师的 先别写 你这当学生的 先写一篇吧 呃 那好吧 这黄社 硬着脑瓜皮 当着朋友面 拿起笔来刷刷点点 就写了一篇 鹦鹉副 写完之后 往前一地 弥先生 请您呢 给指点指点吧 这黄社 可是够客气的 没想到 弥正平 接过来 看了这么一遍 哎呀 这么一咬牙 七脚踏刹 七脚踏刹 三把两把 给撕得 稀碎稀碎的 呱 扔到长江里头了 哎哟 这黄社公子 往下压了压寒气 咪先生 您这意思 我这文章写得不好呗 那就请您 斩斩平生之所学吧 这弥横也不客气 拿起笔来 是一挥而就 文不加点呢 等这篇文章写得了 把笔望着一割 黄社 你看 黄社一看 哎哟 我的娘呢 当时可就傻了 一点 毛病都挑不出来 这篇文章 可写绝了 比自己的 胜强百倍呀 黄社打心里头 望外佩服 心说我这老师 虽然说狂妄 但是有真才实学 我以后啊 还得好好的尊敬他 就因为有这件事 这个地方 后来就改名 叫做鹦鹉洲了 据说 弥横流到今天 也就是这么一篇文章 这篇鹦鹉腹 在大家手中是传来传去 赞不绝口 也是因为这件事 弥横啊 更加狂妄了 骂人是变本加厉 骂普通人 他感觉不过瘾 谁这脑袋大 他骂谁 在江夏这地方 那黄祖 当然是大哥大了 那就骂他呗 三骂两骂吧 黄祖可就骂极了 黄祖啊 是强忍着 这天又把酒宴给摆上了 把弥横请来两个人对坐饮酒 那意思想聊一聊 找找面 黄祖就问 弥先生 我久闻曹丞相手下 文有文臣 无有武将 闲事云集 但不知道最有本事的是谁呀 弥横晃晃脑袋 曹操手下有本事的 一个都没有 要说是挫子里头拔将军 也就是那么俩人 一个是孔荣 孔文举 一个是杨修 杨德祖 这孔荣 可以给我当大儿子 那杨修 可以给我当小儿子 其他的全都是骚干零碎 黄祖越听越不爱听 心说那孔荣孔文举 杨修杨德祖 我可听说过 那都是有名的大财呀 怎么到他这 只能给他当儿子了 而且旁人当儿子的资格 都不够 像弥横狂到这种程度 黄祖就不应该理他了 可没想到这黄祖 也是不知深浅 他不找骂 他不输他 黄先生 那你看看 我黄祖怎么样啊 是不是人才呢 弥横微微一阵冷笑 黄将军呢 我看你不过庙中的 泥台偶像 虽说祭祀 但无灵验 黄祖可气坏了 因为这弥横啊 骂他是庙里头的 泥台偶像 望这这么一供 你视神仙 又有人烧香 又有人磕头 而实际上 你有灵验吗 你摆麻不是啊 就是大泥哥的呀你啊 咱没说嘛 这黄祖脾气暴躁 都忍了多少天了 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用手点指啊 刀 弥横你个匹夫 来人呐 推出去给我砍了 立刻有人过来 驾着弥横 往外就走啊 就这样 弥横不说软话 还是嗷嗷的 骂不绝口 这时候 刽子手 就把他推到江边了 千军一发紧要关头 顺着江边 来了一人 谁呢 正是黄社公子 黄社对弥横 多多少少 还有点感情 有点崇拜的意思 因此上 扯着脖子 玩命的喊呢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要是按照常理 黄社这么一喊 刽子手啊 就应该手软了 这弥横 就可能保住命 但是您别忘了 这弥横骂人 他是祖宗啊 太狂妄了 平时不光是骂当头的 这些当兵的 这些刽子手 也都让他给骂遍了 早就恨他 想堕他呢 一听怎么个差 黄社公子 想给弥横求情啊 哎哟 那可不成 我们得抓紧时间行行啊 他们明明听见了 可是假装没听见 大刀一举就听 咔嚓一声 是人头 落地 我听说是不是 我听谁 随着 对 咔嚓一声 我听不吝